問題就是說 你民進黨所有的人 從頭到尾的立場都是要廢考監 結果你現在 一個柯建民出來說 不要撞了敵人陷阱 我哥勒 那你的原來的立場跑去哪裡 所以重點是國民黨 對 不是民進黨 國民黨只要願意推真的推 對啊 對啊 看法跟亮哥一樣嗎 因為華博士一定推嘛 對 所以是卡在朱立倫嘛 現在綠白都要推 你還在想說反攻大陸 解救苦難 大陸同胞 要恢復五權 憲法奮律 你是在吃肉相贏 下班再聊一聊 下班派你聊 各位網友大家晚安 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是 耶魯政治學博士 兩岸 百度人 郭真了 兩岸 全家 為什麼叫亮哥兩岸百度人是有關係的 因為薛寶開了新節目 下班去你家 對不對 跟著薛寶來薛寶 對一倍的薛寶 你第一集找的是蔣哥 他叫做什麼 房市 房產百度人 所以我們今天 被蔣哥帶回家 沒有啦 亮哥最關心的就是這一題 所以亮哥要跟蔣哥PK 對不對 好 我們下班甜心 薛寶 嗨 亮哥 各位大家好 我有上去看喔 我知道 我都有注意他的手放哪裡 我都沒有在聽內容 都注意他手 手放哪裡 你不是注意房子 你注意蔣哥的手 好那 蔣哥是 哇 我要買房子啊 你 因為我們今天談到那個 蔣哥是什麼 房市 房產百度人 所以我就在問亮哥 因為這個 內事不決問張昭 外事不決問周瑜 萬事不懂 問亮哥 對 什麼是百度人 百度人我 我剛剛查了谷歌啦 不過本來也不太知道 因為有 香港 這是一個香港用語 金城武跟梁朝偉有個百度人啊 就是協助別人解決問題的人啊 所以你知道嗎 協助別人解決問題 不這個是 亮哥就是我們兩岸現在打死劫的百度人 兩岸百度人 郭子亮 這個 我在學校教談判還有衝突管理 這個是衝突管理裡面的一個概念 在營業就是facilitator啦 就是幫助人家解決問題的人 這個美國很流行喔 而且有這個 專門的職業 有這種專門的job 比如說你們公司分兩派在鬥爭啊 那開會的時候 那主席就請他當 會議顧問 真的喔 美國有這種職位喔 喔 對啊 所以我講得沒錯啊 亮哥是兩岸 協助人家解決問題 兩岸百度人 亮哥協助兩岸解決問題 離婚也可以啊 協助人家帶回家 哈哈哈 你講那個離婚那個基本上就是 離婚那可以啊 那百度人是要幫他離開 離婚還沒有走到法律訴訟之前 就是在協調嘛 對 那 美國的律師事實上不一定是要訴訟 他有時候是 可以用和解 在訴訟前 這個就是談判 所以也可以請嘛 那我們今天就要請兩岸百度人亮哥來跟大家講兩岸的問題 但是先講國會啦好不好 國會仲裁人亮哥 兩岸現在就沒有解 你是不是 你沒怎麼親得啊 好 我先講一題喔 因為這個 本來是講 我訪問完陳廷飛之後 我就覺得這事已經涼了 因為基本上 你怎麼想的事情都跟我一樣 蛤 我拜託也要做這題 我非常 真的喔 你們兩個很有默契耶 我本來 所以我跟鮑哥多麼心同詞感 對 不是是他 鮑哥是我們製作人的阿鮑 不是曾志偉鮑哥 OKOK 不是甜蜜蜜被扁掉那個 好 那個 陳廷飛講了那個要修 修憲 要廢考監 柯建民沒有簽名 大概嗅到一點端倪 結果呢 朱立倫就說我們不要 就是說涼了 結果昨天柯建民 他講說我們也不急 那就涼涼了 對 楊中文就開始唱了 三三三四十里桃 就開始唱涼涼了 這這事都沒戲了 來薛寶先跟大家講 這個涼涼好像是 某個黃信媒體人的用語 他訪問陳廷飛 他就削了一個 comment 涼涼 裡面就是涼涼 楊中文啊 你看我是不是認真讀文章 我也有讀喔 好啦 楊中文跟張碧成的 合作基因曲 你剛好看三三三四 有 我看了三四 張碧成我是看著他崛起的 真的喔 張碧成是天津人 我們怎麼聊歪了 他去韓國 他去韓國 隨便尬聊 去韓國學歌舞啊 是嗎 一年多回來 張碧成唱得很好聽耶 對啊 他是中英 他是呂中英 因為呂生中英很少 就我們台灣有一個啊 Ella成家話也算是 對對對 就是呂生的中英真的很少 蝦雅軒算嗎 蝦雅軒有這麼多 沒有啦 七天撐一個就去你了 你說蝦雅軒不算中英啦 比較低 比較低層的賞音 對 比較低 低的歌能夠唱到好聽不容易 真的喔 所以這事情確實不容易 要廢考間也不容易 對 我們先請大哥跟大家講一下 廢考間是不是 涼了 沒有了對不對 廢考間沒了 我們 我們的地步都比你那麼 那麼直接了 好喔 你說 廢監院的跳票史 你說 你說 民進黨 一路都跳票啊 說要廢考監但是沒有要執行的 沒有啦 事實上廢考試院不重要啦 因為考試院 我們已經很多都已經納入行政機關了嘛 所以考試院 而且那個人員是大減 我們考試院講沒幾個 只有10個左右吧 因為他要把它刪 刪掉 然後很多 權力事實上都納入那個人事行政局 所以主要是監察院 那監察院事實上主要是兩個權力啦 這 你再怎麼 國會改革無法都不可能把這兩個權力直接給人家拿過來啦 因為調查權視線有模糊地帶 可是堂和權 審計權 這個沒有灰色地帶 那問題這兩個權喔 這兩個權是國會調查 最重要的武器啊 你如果審計權你怎麼看金流 那你如果沒有堂和權你怎麼對當事人有威脅 所以為什麼美國眾議院 美國去看都很怕啊 因為他有審計權有堂和權 所以 監察院的真正的問題是在這裡 是說 以 以他是總統任命嘛 那之後他自己就閹割了啊 你最近去看監察院的調查案 有用到堂和跟 審計的 案子寧寧可數 這等於自我閹割嘛 怎麼有人這樣 對不對 就是說 那你如果只是會發揮調查權 還是說像陳淑公說 我們主要是在維持國家人權嘛 說他們很多Case都是人權案 就是被雇主侵犯啦 或者是在這個行政體系裡面被侵害啦 都是人權案 可是這樣不夠啊 差太遠了啦 監察院你要公務體系公務員他失職你要糾舉他 是啊 調查他 對啊 我們台灣還有一個職位是 只有監察院可以碰得到 法官 檢察官 檢察官跟法官就只怕監委 其他都不怕 所以就是說你要 發揮你的獨有的功能 結果他都不做了 最近就是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蔥啊 那個高什麼蔥啊 不是在追查那個小檢察官嗎 段宜康那個吞 屈肝囚案 他連刷兩次都上工程會啊 對 都不過 結果監察院 好像是前天吧 決定放棄 你追殺一個小檢察官啊 其他的那種 很明顯的檢察官你怎麼都不處理 或者恐龍法官你怎麼都不處理 所以我跟你說喔 監察院的名聲 我看大概比立法院還 不知道低多少啦 因為已經 離譜到喔 你手上的權利都是 貨真價實的權利啊 審計權很恐怖你知道嗎 假如金流 用學寶 下班就跟人家回家了 我們就去查他的金流啊 小寶 學寶的 帳戶有沒有入帳 他是不是 來自蔣哥 真的是 立刻查出來啊 這個立刻查出來你知道嗎 我是舉例啦 我是舉例啦 來來來來 舉例舉例 比如說我用 學寶出去吃飯啊 查金流就知道 對吧 除了你吃飯之外 還有什麼事 所以 所以就是說這個監察院現在目前啊 來觀眾朋友確實功能 不張就他有那個權他沒有在用 對 然後他好像又有選顏色 半藍不半綠 所以大家對監察院就覺得失望嘛 這是大家覺得監察院沒什麼用 但是現在這種狀況監察院沒什麼用OK 那我們就把監察院的權 就把他分掉啦 以後就不要有 武權啦 我看很多人也對 那不然你就直接民選嘛 你就不要讓政黨控制嘛 立正說 因為現在是總統 提名嘛 你監察院你就 不要讓總統提名嘛 但這個改變 就變成參議院嘛 那就要修憲啊 美國就是這樣啊 對啊 我知道了 那現在問題是 現在藍綠都化光被修憲 但是都 都是停在那邊 就像我看那個影片有沒有 就狗在那邊 有沒有 有沒有一個鐵門 結果鐵門一拉開 就跑到後面去 我跟你說 我跟你說國民黨 修憲人力是修啊 看怎麼修啊 看是監獄民選還是 我對我年輕媽祖 陳廷飛我是很有信心 年輕媽祖 陳廷飛來 我非子教我不錯啦 非子我覺得他也蠻不錯的 問題就是國民黨 你在說民進黨有意識形態 排毒跟反核嘛 你無權憲法不是也是意識形態嗎 喔也是 你國民黨的黨工就直接寫五權憲法啊 五權憲法在台灣就一公公啊 從來沒有實施過啊 你怎麼知道可以實施 我講白 我昨天還特別回去讀我的老師的書啊 李鴻喜 李鴻老師喔 我修他的憲法啊 你是國師呢 沒有我修李鴻喜的憲法 你去贏爸爸 對啦對啦我的憲法就李鴻喜教的 李鴻喜說一句話真有力啊 他說五權憲法事實上有一個假定 就是 那個有權利的人不會爛權嘛 不然你怎麼可以讓監委讓總統平民啊 那如果那個總統只考慮到自己的政黨 那現在不就發生了嗎 李鴻喜一句話說得很正常 你說西方的三權分立 是建立在人性本惡 所以要互相制衡 對相互制衡 要相互制衡 所以你立法權要給人家完整的立法權 你沒有彈劾權 沒有審計權 你怎麼有什麼完整的立法權啊 所以為什麼他 另外那個 立法委員這樣問問問 譬如說 那個共川啊 如果有一天真的調查 被交通委員會設定是調查案 那他就要去聽證 對 我那天就問那個 國民黨的交通委員啊 我孤隱其名啊 我說我互相真的來 人家的口罩也很流量 那你要怎麼問 他就都沒有啊 他現在不是都沒有 你電視上講 講基地台跟手機訊號啊 現在人家叫他王羲之啊 他都膝蓋得知道的啊 他現在錯好和這個王羲之你知道嗎 有喬心給人家取得出來 膝蓋就吃 用膝蓋也知道 就我們尾瀚 來訪問王羲之碰 我有約他呢 學保 學保用美人計來放鬆他的心房 我跟你說 真的如果坐那個調查的聽證席 他跟你說我都不知道 那你沒辦法 沒有沒有他這樣就是虛偽陳述啊 就如果證明他都不知道然後證明他虛偽陳述就可以罰他 沒有 我跟你說是這樣 我們假設我是立委 你是 鳳川啊 我就問你 不然你這12%是怎麼來的 你說你都不知道怎麼會有舍然發 兩個節目效果啊 這樣就結束了 就是我社會觀感不佳嘛 就我上節目 可是我沒有罪啊 就回到我們最初的設定就是 就是 我跟你說其實檢察官約談他 因為他不一定會到法庭啊 對不起喔 檢察官約談那個是不公開的 搞不好在檢察官約談就說 我就會好人 抱歉啦 這能過關嗎 對啊 可以嗎 檢察官就接受喔 這沒有罪啊 可是你公開 他是不分區立委排名現在第一名 抱歉喔 你都跟你說的都正在話 那他 我們檢察官是就法論法 我會好人喔 我這人要說白菜 喜歡看 這樣有罪嗎 沒有罪啊 你今天放得很開 沒有啦 沒有啦 我是假設我是黃川 喔假設啦 假設假設 我是說我來 公堂之上的純屬假設 我敢這樣有罪 就就法論法 我在說川普喔 最近這個案子就是一個 好好好 那個我要追問一下 川普最近被判有罪對不對 對 其實付封口費沒有罪 但他不承認他有這麼做嗎 不是不是 因為他做假帳 對對對 他是因為做假帳 他那個選舉經費拿來做給那個報告女嘛 對 結果有34個假帳 包括 記帳本的假帳 支票的假帳 都說不投目的 那實際上都會有那個女兒 那個 Stormy Daniel Stormy Daniel Stormy Daniel收入13萬美金 他要做帳做掉 他犯的罪是在 第一 做假帳 做假帳 而且做假帳 影響 選舉結果 他是在這個地方犯法 而不是說我要去擺平他 擺平他沒有罪喔 因為這個是民法 或承認付錢也無罪 我雙方合意就好了啊 你是要怎麼 喝杯的車啊 你是要怎麼 喝杯的 去外面 所以他當時如果不是用那個選舉帳戶的話就沒事了對不對 當然是 當然是這樣啊 當然是 那我們回到王毅川這個啦 所以亮哥 因為現在王毅川對外就不再說明嘛 那他節目上面講的就是最大的問題就是他節目上講的那個看起來就不是自己想或自己 自己猜或自己用膝蓋 他講訊號跟 基地台 那他 雖然這樣子做 所以有膝蓋基地台啊 對啦 我說警察官問他的時候他只要跟他講說 那就是亂說的其實就沒事了 你覺得可能就沒事了是不是 沒有啦因為 警察官要用哪一條法律來說 就說大話 除非他就直接說你說謊 那我要進一步偵訊 那問題是你要怎麼偵訊嘛 你一定要有一些資料嘛 又你要怎麼去論斷 就是除非講藥寬懷疑他這個用情資監控人民 對不對違反通報法 問題是你要有 一定要有線索嘛 那在查案不是要有線索 他又不找黃毅漢當顧問對不對 所以怎麼會有線索 說起來徐曉昕已經算很認真了 他發文啊 現在在找那個 三大電信公司都說沒有啊 我知道嘛 所以現在就比較多本事嘛 譬如說 裡面是不是認識誰啊 這可能沒有學保也沒有辦法 譬如說 去 請那個中華電信員工出來跟學保吃飯啊 可能就會Nine到一點資料 就是 電信公司沒有正式的標案 但是有人私下這樣做的意思是不是 當然 當然是這樣 可是 你如果沒有這個層面的線索 你怎麼問下去 這調查權是 這樣就死在那裡 所以亮哥你的 可是你如果有審計權 看金流 金流來往 那金流來往 可能他有付錢 不一定我不知道 你說假設他有付錢嘛 你就會有一些朋友 那人家就會從那些朋友再去查 那些朋友是跟電信有關的朋友 跟網路有關的朋友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跟你說啦 我跟你說實在有的啦 因為檢調我也 我也認識蠻多人 沒有金流 他們90%的案子都破不了 就沒辦法了 都破不了 這做狠心的 做狠心的 所以為什麼審計權很重要 對官員 因為川他不是官員嘛 對行政的官員為什麼 堂和有用 因為這會影響到他的退休金 他會怕嘛 所以我跟你說 人家當初制度的設計都是有理由的啦 就是說 立法的調查權 不只是調閱公文嘛 舉行聽證嘛 他還需要調查金流的審計權 還有威脅官員 退休金的堂和權 不然你不會誠事嘛 這民主政治都有一些基本原理啦 不要嚎嚎 就是說 你剛才調閱公文 聽證 這樣就可以查出事情了 你不要亂了啦 我跟你說 如果假鬼那旺川 這種口才 基林 這個 順豐鵝 千里一眼這種 你問報報也沒有結果 所以 楊哥第一題 你覺得 王鈺川後續可能就不了了之了是不是 我認為司法的部分 光是 他要徵詢嘛 還沒有到法庭啦 只是檢察官 問案 我認為檢察官問案就結案 可能就千結了是不是 就千結 那這樣可能很多人會不滿啊 是啊 所以 人就會來要求林佩祥 你們交通委員會要成案 調查案 你剛剛不是講不要講交通委員會是哪一個人又把他名字講出來 沒有啦 林佩祥是交通委員 我是基雷啦 我是基雷啦 我 你會想 那 交通委員會可能會過喔 因為國民黨多一時 對啊 可以請他來啦 多一時 可能就成立了 只是他也就這樣回答而已啊 你認為你有比檢察官厲害嗎 其實簡單講就是要問你 你有檢察官厲害嗎 你知道嗎 好 OK 那亮哥我們就拉回這個了 因為王毅川這個你這樣分析我得聽懂了 就是說以現在目前如果你沒有金流的話 光是在口述上也沒有什麼 證據也沒有什麼線索 沒有也不一定金流啦 你有人證也可以啦 有人會出來幫你教 我也來出來爆料 你說你平時人很好的 比如說選保我都查不出來 那選保人很好的 就這樣 那考監院的廢除這件事情 人很好的他都要不出來 就沒辦法了 王毅川 你要看房子他就會跟你去 王毅川人的 你要跟他拍一集看房子的嗎 王毅川人的也不錯 好 OK這是王毅川的部分 那我們把他拉回來 我請教亮哥這個 就考監院這個事啦 因為你剛講那個我想大家 觀眾朋友應該也有 心有欺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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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可能成 因為我不認為民進黨會完全聽 何建民的話 所以會分裂投票 因為我跟你說 廢口間喔 對 我在民進黨30年我講了30年 就是要嘛對不對要廢掉嘛對不對 認知衝突 神經錯亂 我說一個最最誇張的是 就是李俊義本人啊 我們李鴻喜老師的兒子啊 秘書長 他從頭到尾都主張廢口間啊 結果現在才會秘書長 你說他算有良心 他就說修憲決定 那他不表示態度 問題就是說 你民進黨所有的人 從頭到尾的立場都是要廢口間 結果你現在 一個柯建民出來說 不要撞了敵人陷阱 我哀哥勒 那你的原來的立場跑去哪裡 那亮哥 所以重點是國民黨 不是民進黨 國民黨只要願意推真的推 對啊 看法跟亮哥一樣 因為華國長一定推嘛 所以是卡在朱立倫嘛 現在綠白都要推 你還在想說反攻大陸 解救苦難 大陸同胞 要恢復武權 憲法分立 你是在吃飽太陽 怎麼可能啦 柯建民也不是說不要 他是說短時間內不要 他說這一波不要啦 他說之後 等修憲完以後 柯建民你怎麼聽不懂啦 柯建民你把董事館在吃 短時間不處理就是你不會處理啦 直接翻成中文給你聽 我跟你說 重點是國民黨 你去看武權憲法 我跟你說我回到第三民主義你知道嗎 武權憲法是什麼樣的原理架構 他總統不是有實權的啦 所以為什麼他會衍生出 說那個有願寄協調權 對 語音不出現嘛 而且他不是直選的啊 所以他是有名望的 一個虛位總統 第二個就是 他那個 你說 那個 他真的在落實 武權憲法的時候 他是假定 有一些權利 他覺得 這孫中山說的 說把 審計啦 調查啦 那個唐河啦都交給立法院 那國會又會專制啦 這孫中山的說法啦 問題是 你分出去之後就造成行政專制嘛 你都沒辦法 立法權無法跟行政權 極大化 而且你還假定監察院 會跟立法院站在同一邊 來監督政府嘛 是這個最沒辦法 現實上是 行政權跟監察委員是站在同一邊的 因為他是總統 對 那行政又一定是總統 所以你這個 武權憲法 現在歪掉了 剛才看到 總統是黨主席跟總統直選 有提名監委權利 就已經破產了嘛 根本不成立的理論嘛 你主席跟茂子在同一邊的 你不如擺個亮叮噹 擺個無權憲法進入黨綱 所以我說國民黨裡面其實也有很多人不滿 所以他們出來開記者會 說如果修憲有人提案他們要連署 所以我說這件事 國民黨跟民進黨都會分裂 如果真的 我們天輝 我們年輕的媽祖 我們年輕的媽祖如果繼續撒下去 我認為最後 兩個黨都會分裂 可是國民黨要表一個態 大家自由決定 因為國民黨裡面真的有一些遵守黨綱的啊 三民主義萬萬歲這種的啊 譬如 譬如說賴世保 賴世保可能還在想 三民主義萬萬歲啊 不知道嘛 可是你要允許人家有決定你的權利 我不認為這個案子柯建民說了就代表所有的人的意志 因為廢考間很多人都注定的 而且國民民進黨的立委 也會因為這樣權力變大 可為什麼這個話題突然間又 出出檯面 他 他聖動少年媽祖啊 沒有啦不是我啦是那個 柯建民不是 是傅昆奇528 那個國會改革法案修完當天他都講 下一步我們 一定廢掉監察院 還嗆瞎的 陳迪飛的 對陳迪飛講說你說的齁 我馬上就送出我的修憲案 對可是後來又說不要啊 然後 不是啦 沒有福克己後來沒講話 陳迪飛沒有說不要喔 陳迪飛 黃偉翰的專訪要注意看 我有聽啊 陳迪飛說他是第四次 他推到底啦 對 他說他絕對不是 突然一時信息 有有有 是你祖母一生的信念 不是祖母 是我們少年媽祖一生的信念 你媽祖啊 你媽祖 好 那 所以亮哥的意思是 國民黨中央 可是國民黨中央的意思是 黨章就是武權憲法 不能做違反黨章的事啊 沒有啦 請問百度人該如何處理 對不起喔 民進黨又有一個黨綱叫建立台灣共和國 賴清德人現在都中華民國 你是不是跟人家說 我告訴你 就是一個決定就往前衝了啦 我相信國民黨的立委吼 52席吼 支持廢考間的至少有40席 有那麼多嗎 一定有 這樣子才能成為真正的國會啦 一定有 對啊 我跟你說 朱立倫你把你的法 吞回去啦 莫名其妙 你在主張五權憲喔 我哥勒 你連總統都選不上 還有五權憲法 這就是笑死啦 那個我問一個喔 是不是因為這是傅崑吉提了 所以黨裝踩殺車 沒有那你主要就更 那這樣就更過分 是不是 那你這樣就是更是人事鬥爭 我剛剛還是說 就不想讓總長那麼大 我跟你說我台灣還在講說他是有理想的 五權憲法派 那你如果完全是權力鬥爭那就更低了嘛 拜託 現在 羅志強 王鴻的洗腳心 我數個來問他說 他如果修憲你會不會投同意票 他說當然同意啊 當然同意啊 想你怎麼這樣 想想想 而且傅崑吉任期也只有一年啊 你是在活動喔 他還可以再選一年 我還在理論上 他明年就要選黨主席了 會怕啊 我知道啦 可是他不一定 他不一定會連 連任嘛 你如果這樣 你如果 我跟你說人也連任 也是人有本書啊 政治本來就這樣啊 傅崑吉這樣 肥肥軟軟軟的 第一個會期 帶兵也帶得不錯啊 你不能說他沒有 可是你沒有嗅到這個味道嗎 我這個對不起 這個就 我可能沒有看得很懂 但是我嗅到一個味道就是 就傅崑吉國會改革無法帶頭衝之後 立刻又講了 費考間跟花東 可是費考間跟花東 黨中央看起來 就是一直在 沒有啦 在踩對 費考間喔 是黨章衝突沒有錯啦 沒有黨工啦 不是黨章啦 那個 沒有花東 花東 至少要做可行性評估嘛 對啊 這合理啦 我認為花東 要求做可行性評估是合理的 但是你費考間這真的不理啦 因為事實上在台灣落實下來 他就是黨主席嘛 總統就是直接提名監委嘛 那這兩個現狀你能改變嗎 你沒有資料改變嘛 你沒有資料改變 主席有權憲法 一口號 有權憲法 有權憲法 找就沒有了嘛 你把一個東西 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東西 放在黨綱 你至少麻煩 實際上的行 立法院被閹割掉最重要的監督權嘛 然後有權利的監察院不行死嘛 審計權 唐和權嘛 這個太明顯了嘛 亮哥這個說法才是一貫的啦 因為改革無法亮哥覺得說就是要充實這個能力啊 那現在充實了就說監察院不處理 那就是充實啦 邏輯不通啦 你就是好好的讓 立法院立法院的權 國民黨只要面對自己的邏輯不通 民進黨裡面也會有些人 覺得這個本來就是該我的權利啊 欸投票權是立委 民進黨都留意 這個權力擴大 民進黨的立委也是獲得好處啊 有沒有 那像你柯建民 你柯建民就跟陳菊有數高啊我算不知 今天亮哥 那個呼籲 朱立倫起義來歸 放提武決憲法心情吧 廢到考監院啦 這句這樣 你看他拿一眼 朱立倫 韋漢上個禮拜起義來歸 要不要再撐回去 沒有啦 因為他要爭取賴清德的專訪 已經有了 撐回去 已經有了啦 有了齁 我算不知道 他最近的表演當然 不是啦 絕對我講的是去年選舉的時候啦 去年選舉就有了啦 對啊 有人說動算了 動算了不太疾氣 當選以後就在排啊 他願意訪問的時候我們都會歡迎啦 對不對 酸情和這個賴皮了 選後叫賴金了 對不對 差這個 好 所以考監院這一題 我們談到這邊 再來我們要談一題 這個 罷免的問題啦 亮哥你怎麼看 因為現在大家都在嗆說 我要罷免你要罷我 現在又不能罷 現在還沒罷免 2月1號才能罷啊 所以你怎麼看 我們讓學寶來講一下 學寶你講前五名好了 藍綠的前五名好了 現在目前看起來 最有可能 有人列表嗎 對 藍綠最可能被罷前五名 不過這是 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是網友整理的表格喔 這個網友怎麼沒有統計民進黨 有 另外一邊的網友 我下一張 對 這是藍白的 你講五個字喔 光是今天只有秀這一張喔 就表示他起義來過又說回去 有啦我賭電影啦 電影影啦 你等一下啦 你等一下啦 好然後他會說第一個是 桃園第二選區的那個 突然是要想的 因為他就跟第二名 這關音陽明這個很恐怖 他跟黃世傑 只有差一點點不到一% 差1000多秒 差1000多秒 然後再來第二名是葉原汁 差了1.3 葉原汁你有沒有看葉原汁 你現在拚命在送綠媒嗎 對 爭取好感啊 葉原汁說 你去罷免那個 富崑奇不要罷免我 是嗎 對我跟他同台說啊 富崑奇你如果有製造罷免喔 我們台灣立委大家都罷免了 富崑奇在花蓮他那個票數對啊 好來第三名 然後第三名是 丁學忠 丁學忠 丁學忠不可能成功啊 因為蘇智芬不會出來了 不會嗎 因為蘇智芬最後一次選舉就是跟丁學忠 你就知道丁學忠 因為蘇智芬很強 非常強 那這位網友這個 沒有啦他不了解 他是角色蘇智芬 他是用票數一算 對對 他是角色蘇智芬出來推動罷免 對對對 蘇智芬不會做這種事 我很了解 好那網友你知道蘇智芬不會出來嗎 不會啦 人家這麼高雄的人做這個要做什麼 然後再來是油耗啊 油耗也不容易啦 跟蔡培會啦 蔡培會沒有組織洞也不容易啦 然後再來是丘若華 沒有啦以後以下都不用講了啦 對啦 就只有前面兩個啦 所以就是圖全棋跟月圓是兩個危險喔 對圖全棋事實上 當選我們都有點驚訝 因為那個 楊梅觀音向來是桃園最綠的區嘛 那這一次就是因為水利會 被公有化 市議來過 引起反彈啦 還高過啦 還都更有一些爭議啦 因為我有問那個 我有問那個村長啦 詹村長 他大量下去幫 圖全棋開記者會 喔 所以有外力介入 去打那個黃士傑 不然 黃士傑其實蠻強的 說實在 那月圓是這個求票的 大家都知道 因為投票前一個月 羅智正的民調還領先10% 結果不會要發生那個 事件 他對手出事 他連續兩個事件 出事 個人的影片跟 小英的錄音 小英的蘇貞昌那個影片 錄音 小英錄音 小英錄音 當然是這樣 你的對手 你的對手必須要對你有相當大的仇恨值啦 當地選民 要對你有仇恨值啦 那他們兩個有仇恨值嗎 對啊 宇蘭智正一定會積極發動罷了 喔你的對手恨你喔 對手的問題 黃士傑當然也有可能 黃士傑他是一個大家族 水利會的系統 還有戰略的問題啦 我看民進黨如果把這兩旗弄 實際上的席次就有可能超過國民黨喔 因為國民黨五二民進黨五一啊 對不對如果這兩旗罷掉改選還選上的話 我知道啦可是 戰略上可能會吹下去 不一定 因為這會引起政黨關係極度惡化 現在政黨關係做惡化啊 沒有啦現在 你就不要有看過更壞了 這個人來說兩旗還會 會不會好轉 你還沒有看過更壞 好 你還沒有看過更壞 這個月圓茲今天晚上睡不著了 因為亮哥講你很危險 月圓茲 你很危險 月圓茲跟我說而已 很多人在說 別人說不好 你是百度人啊 你說的影響馬上就會上標了 郭正亮冒號月圓茲危險 OK好啊再來看這個 好這個也是那個 網友做的喔 好先講一下這個來源是 那個 漂亮島嶼啦 對漂亮島嶼 然後呢我們講第一個 第一個呢就是無私藥 因為那時候是 就是藍白有分裂的狀態嘛 然後如果合併的話有可能 就會 無私藥就會比較危險 而且目前好像 新聞或什麼的他的 無私藥有可能啦 因為張之鋼 侯漢廷 兩個人跟支持者 對他都相當反感 阿宇罷免又不用到這個選票 對不對 吳佩毅 是因為余美人大概就淡出了 民眾黨 不會做太多動作 而且吳佩毅這個人仇恨值不大啦 因為吳佩毅是我的雙孤啊 我知道 他事實上 佩毅主要的工作就是保護黃捷啦 對 吳佩毅是 不要打黃捷站在我後面 對啊佩毅 他們兩個好朋友 吳佩毅是 選民服務行的啦 他很認真啦 對 所以他在文宣上爭議不大 爭議不大 那這種要廣為周知啊 你對他有feel啊 可是忠正萬華之前 就是林昌佐兩次嘛 他 所以其實我也不知道 林昌佐應該沒過也沒過 對啊 對 吳佩毅怎麼可能 林昌佐還有仇恨值 那時候還碰到新冠疫情 對 對不對 林昌佐也沒過 吳佩毅哪有可能過 吳佩毅之前有發文他講說他全 就是全力應戰 他不怕 沒有我知道了啦 不要因為說等一下講說可能霸我們 你們就不霸 國民黨 霸下去 我這邊應戰 我做什麼事情我告訴你 一定都要這樣講 要鼓舞自己 對 譬如蔡正元 黃國昌 跟林昌佐都有這樣講 這三個都沒過啦 都沒過啊 這三個都沒過 我認為吳佩毅的仇恨值相當低啦 不容易 那你覺得吳佩毅 真的要有仇恨值 要有仇恨值 那吳斯要 吳斯要有仇恨值很高 他現在因為當幹事長 對對對 風口浪尖 我就說一些好人會這樣 怕被柯建民害了啦 因為對柯建民的仇恨值都會 嵌入到他身上 真的啊 這沒辦法啦 因為你是山長嘛 因為民進黨另外一個書記長沒有在發言 所以永遠在發言的就是幹事長 就是你 就是你啊 好 這個我拿票數跟觀眾朋友稍微 報告解釋一下 那個你看到其實 他雖然被迷列第一 可是他的得票差其實很大 2萬多 對 是10% 對啊可是 所以我們加上 不是 實際票數的問題 對 因為真的罷免不用到這個 數字嘛 這邊圖圈幾個月圓資都在2%以內差一點點對不對 那為什麼 為什麼吳斯要被列為第一 就是因為 其實他雖然差了這麼多票 2萬多票 可是他有侯漢品 他拿2萬吧 也就是說 吳斯要並沒有拿這些票 可是第二個部分要跟大家解釋的是說 我們現在目前的選霸 我們的選霸法罷免 4分之1門檻 你以這個台北市第一選區的總選舉人 人數來算的話 4分之1我去看了 是6萬6千票 所以6萬6千票就可以把吳斯要給罷掉 而且我告訴你 什麼叫仇恨詞 就是罷免的時候 徐巧鑫 羅志強 王鵬威 都會去站台 就是整個大軍押境的對不對 當然啦 而且國民黨 如果只有這一席有機會 一定是全黨壓下來罷免你 欸 我上次看到你喔 在講說不要亂提就是 全力攻一個就對了 這就是我說的 對你講的啦 這是你講的喔 沒有啦因為 沒有仇恨詞真的搞不起來 因為 我跟你說我是學政治學的 罷免的本質就是仇恨動員 恨才要罷免嗎 本質就是仇恨動員 所以我為什麼覺得吳佩毅 打不起來 我們知道這都民進黨的啊 對不對 我也不是說特別跟誰有交情啊 可是我的直覺告訴我 吳佩毅 張宏祿 吳其民 都不會成功 吳其民這讓有什麼爭議啦 然後每天在鵝肉 養肉餐廳在那裡吃飯 這我好朋友 土城 土城最有名的鵝肉餐廳 土城市吃鵝肉有名喔 沒有啦 那間他開的啦 喔 我不知道我跟他不認識 那個人 個性也可愛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真的 討人厭的喔 說實話雙虎都盡用 富君旗你去巴掌看 這多了時間的啦 王定宇你去巴掌看 王定宇 蔡其昌 蔡其昌最近也沒什麼說話 王定宇的黃捷 你去巴掌看 王定宇跟黃捷 酸菇都很用的啦 都多了時間的啦 所以 你不能說 籌恩值排名 籌恩值排名 吳士雅也許不是第一名啦 問題是你大概排得上 你就倒大 你的選區沒有那麼強嘛 你這樣吳士雅要擔心嗎 而且我跟你說因為台北人都在這裡 我幫你保證 許巧鑫 羅志強跟王鴻威一定會去協助罷免 所以這等於是加大聲量 這雙跡都這樣啦 電腦你剛才說的 民進黨 國民黨那兩個啦 說起來圖權旗我到現在的名字都算不出來 對啊 他新科的例子 他知名度還比較 自民度這麼低你就會說要罷免他 你是在說什麼 我就沒有感覺 所以我就不會投票 那這樣會危險嗎 我認為 圖權旗也不一定會過 葉原池反而危險了對不對 沒有啊所以現在都在送綠妹 我十個字的啦 綠後我很可愛啦 不要啦不要啦 傅崑崎跟他們板牆講說你還要把他拔面 不要幫他傅崑崎說 好 所以藍綠哥一起啦 國民黨葉原汁然後民進黨 吳思瑤 這是目前亮哥的點評 百度人亮哥 目前看來最危險 百爛人 百爛人是我啦 你是百爛人 可是你不是也要2月1號以後 等明年啦 所以還很久 看看 所以仇恨詞有波動以後再來講 我認為都不會過 到最後都不會過 因為吳思瑤從此就變成淑女 我跟你說 因為吳思瑤我 認識他很久 你跟他過生日娘 我相信他很久了 我跟你說 剛好 50大壽人家知天命之年 我跟你說 吳思瑤憑什麼打敗丁守中 為什麼丁守中以前大家都打不敗 吳思瑤可以打敗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吳思瑤是走 文化教育路線 所以他辦了很多這種活動 思瑤姊姊啊 對 所以他本來是有這個形象 我就跟你說 柯建民帶衰起 他人家當這個幹事長 他仇恨值不可能那麼高啊 因為柯建民說什麼 呼應嘛 柯建民的仇恨值 民進黨第一名啊 那你不是被他帶衰 所以他如果知道有這個 的可能性 他從下半年開始就開始調整 又回到 現在應該不是他室友姊姊 現在是室友阿姨 阿姨 因為已經知天命了 知天命 謝謝 叫莊惠雄出來幫他蓋起家會他就閃過了 莊惠雄給老鼓主意的拜託 莊惠雄這個人也很鼓主意的 就跟你說仇恩值最高就柯建民 好罷免的部分呢 明年二月一號我們再看看 兩個比較危險 月圓師跟無私藥 但是也有話題的方法 剛剛 兩個已經跟大家講了 我們請學保幫網友問個問題 好 然後網友Alan 我來幫你問亮鈴鐺喔 他的問題是三黨對於廢除 考監兩月 各自的政治盤算是什麼呢 如果大家都有共識的話三位總召發出甲洞不就能修憲了嗎 是啊 可是總召上面還有一個黨主席 對 三個黨主席 可是我修憲的議題不是立法院就決定了 是整個政黨 是整個政黨的 你好奇是不是 我好奇黨主席說 如果 有可能總召不想聽嗎 就是各自為政 有可能嗎 總召如果不想聽喔 黨主席如果他違反 整個黨的方向 沒有啦 我說什麼 你看那個羅志強後來提那個 所以 洞 洞結嘛 廢冤不廢權 對對對 所以他也是考慮到 黨黨嘛 因為他大安區的嘛對不對 那大安區也是有一些 罰統派啊 罰統派啊 我說什麼國民黨 如果不能跳出國民黨 中華民國的法統 五權憲法的法統 我跟你說 你這個黨 沒效了啦 因為你五權憲法在台灣已經 完全證明不可行嘛 你還在那五權憲法法統 我哥勒 人民進黨就不在說台灣共和國 你就在說五權憲法法統 你不覺得很可笑嗎 連賴清德都知道要改說中華民國 台灣 你還在那五權憲法法統 對不對 這個太荒唐了啦 太荒唐了 好 OK 大哥這個講得很明確啦 就放手 讓大家自由投票啦 你說有機會過 因為我今年 年輕人媽祖的運不錯 是喔 你怎麼知道 因為他即將當市長 唉唷 你看 林俊憲會輸了 對啊 拜託民調要20% 你是在 有 他40幾% 而且我跟你講 到時候 遊覽轉綠的 黃偉翰再多專訪幾次的過關了啦 你上禮拜才說他 他起義來歸 我跟你說 他跟陳廷菲關係更好 我也會訪問林俊憲 我也訪問謝隆介啊 謝隆介也要算啊 六條子來的啦 六條子來的啦 口袋名單殺傳 六條子來的 我跟你說齁 那個 謝隆介樂見陳廷菲出來選 他沒有幫忙 他有幫忙 媽有幫忙不是嗎 沒有啦 敢無 怎麼可以介入人家初選 就是初選比民調的時候 謝隆介的人通通支持陳廷菲這樣喔 這學沒說的我哪有說的 不是啊但是我問兩個 啊這樣子是好事嗎 這樣子好事嗎 如果我謝隆介要贏的話啦 台灣市長 陳廷菲來跟他選 比較好 謝隆介很多朋友都跟陳廷菲頂打 是啦是啦 我知道因為那時候郭信良跟他也有 你想想看你如果跟林俊憲選 你頂起跟總統在選 你是要怎麼選 告訴我們大軍押近 但是林俊憲跟陳 賴清德搞不好 最後一個禮拜陪他 在路邊拜票 還下雨淋雨啊 下雨淋雨 模仿郭國模式 夭西威 這請別做得出來 那如果提陳廷菲就不幫陳廷菲嗎 他還是要幫啊 至少不會淋雨在那邊卸票 這一件絕對沒有啦 但不管陳廷菲跟林俊憲 我們不知道是誰嘛 因為剛剛亮哥講 看起來陳廷菲機會也不小了 但林俊憲跟陳廷菲兩個人不管誰 選台灣市長 謝隆介的人不能贏 其實我跟你一樣 我都很捨立 對啊 對啊 不過我們少年媽祖的人打拼這麼久了對不對 我們少年媽祖糊算幾次了 你想看 真的啦不是王蒂宇的應闖出來 搞不好就贏黃美責 因為剛剛亮哥的講法可能會讓那個 謝隆介支持者誤會說齁 啊我們只要 第一階段支持陳廷菲 第二階段謝隆就能贏 撐陳廷菲 也不一定能贏 我還有這個意思 我怕我怕網友這個意思啦 就這階段我支持你 不要浪費之前 沒有啦 人家也買啦 台南要贏不容易呢 人家政人君子買啦 不會去揭露人家初選 不會啦 OK 2026還太遠 我們以後再慢慢聊 2028那先不講 因為真的是 四年後的事情 我們談2025 好不好 我昨天有PO了一個臉書 然後我昨天好像廣播的主題是這個嘛 就我 談到黨主席 因為我看到盧秀燃在點江啟臣要接棒 他以前從來沒有這樣講 他從來沒有這樣講 他講了江啟臣接棒 然後呢 講完之後呢 黨主席的部分 因為先前有分析報導 我就不點哪個媒體啦 有寫說 盧秀燃已經確定放棄黨主席 那當然我要去問嘛 得到的答案是negative 哪有 根本還沒考慮要或不要 所以那個說已經盧秀燃確定不選的那個 的新聞 並沒有跟盧秀燃本人查證過 那朱立倫他當然沒有宣布說他要選 可是 他基本上不太可能不選 所以他也是主要的 明年的黨主席 明年7月 朱立倫只有萬分之一的可能性不選 萬中選一 哪一個 哪一個之一的可能 萬分之一啊 對啊 意思就是不太可能對不對 是這樣子啊 萬分之一就是說 突然間 新身體不好 所以你覺得他會選嘛對不對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我也是這樣講 那 侯友宜的話我並不是認為說他一定會選 侯友宜不會選 他有那個資格 因為大家都在討論他 對 所以就是他在這個話題上面他不願意把話講死 在議會大家一直開始問你要不要選黨主席 他也就 就是 回答就不是太明眼 所以 所以我把他們列在這邊那當然 主要我還是 朱立倫跟盧秀燃 那有人問我說張小宗老師呢 我當然知道張老師可能他也有意思要選 可是你還是要看黨內的屬業 你確定盧秀燃會想選嗎 我現在不確定 與盧秀燃是2026 12月25卸任 對不對 那總統 是2028 1月 對 所以事實上他只剩下13個月 剛好一定要做東主席 你知道我意思嗎 我知道有一派的人是這樣想 就是說你卸任的時候事實上只剩下13個月 你做東主席 柴米油鹽這樣促茶 還有你國民黨裡面一些黑路木櫃的事情都要承擔 你都有事喔 可是不是大部分的候選人都是跟 也是黨主席嗎 除非壯望所歸啊 他的優點跟缺點是同時存在的 就是說優點的話你自己是黨主席 黨務的部分你不怕有任何的不公正或是被沖康掉 不不 我跟你說 不 沖康不太可能 我現在是在說 因為他卸任的時間點 距離黨內初選其實沒幾個月 因為2027年的 就半年啊 是啊 半年就要籌算了 對啊 對不對 2024 對不起 2026年的12月25號卸任 對啊 2027年的7月要決定 什麼候選人 2028年的1月選 所以事實上 過完春節你就都在跑了 一定是這樣嘛 你有需要背黨主席這個身分嗎 我跟你說 我這個是 也是 相當資深的人告訴我 說他一定要選 因為你要想喔 他縣長不是成立一個女力聯盟嗎 那個 婦女的 那個縣市長嘛 然後他最近又 拱江景城選 台北縣 新北市嘛 對吧 是讓政治人物喔要 要想盡辦法累積更多的能量 避免更多的負面 這個兩方都要思考啦 黨主席當然 偉案講的沒錯啦 你的能量最高嘛 對啊 也避免人家衝抗嘛 可是他有負面 郭敏東北東出席 你就要 全黨裡面的屁事跟你都有關 啊這個黨的屁事不少 而且你還要負責募款 一個月要有三千萬 這很現實喔 那梁哥你怎麼看 因為現在是這樣喔 因為這個盧秀燕啊 朱立倫他們 都還沒有宣佈要不要選黨主席 那有一個人是確定不會選黨主席 那個人就是韓國瑜 其實最大的 變數喔 不是說王聰康啊 是朱立倫繼續選黨主席 如果又當選 那盧秀燕2028他真的想選總統 不是朱立倫衝抗 而是朱立倫變成 壞局的人啊你知道嗎 有什麼啊 因為朱立倫已經一再證明他常常會把局弄差 所以不是說他要幹嘛 而是他常常把局給弄壞 譬如說侯友宜 侯友宜你一開始 讓侯友宜來 直接選總統就好了 你郎台銘也要做嗎 因為那個時候民調侯友宜一定 遠遠超過郭台銘 亮哥你現在講這個就是我講的變數啊 黨中央如果在自己手上不會有這些變數啊 這個不一定壞局也不一定破局 可是就出現一個奇怪的變數 對啊 所以其實 這個人很肝 他意思其實就是 如果朱立倫又當選又壞了局 還有第三次問郭台銘要不要來選 朱立倫我講出來你知道嗎 那是他的意思就是這樣啊 沒有我其實不懂啊 所以我要問亮哥 萬事不懂問亮哥 你看到有人的尖巧 沒有我覺得你們兩個都很懂 比我懂很多 我都不知道 所以好啦 我就問亮哥啦 那你會接 因為我剛剛講到韓國瑜了嗎 因為韓國瑜他是立法院的院長 現在目前立法院的那個規定 韓國瑜如果要選黨主席 他不能選不是嗎 沒有啦 你這個問題是不是問說 韓國瑜是不是就 職工2028啦 你認為他絕對不會選總統 沒有這個我不知道 是啊 黨主席他不變啊 因為明年就碰到了 對 現在立法院長 立法院長不能選黨主席啦 他不會選黨主席也不能選 不然你要就要離開當立法院長 昨天晚上大概半夜一點了 韓國瑜的那個 他有一個LINE群組 他特別發了一個聲明就是 因為昨天有人在傳說 因為韓國瑜不能選 所以他指派周錫瑋 代替他代表他選 那當然沒有 當然不可能 不可能啦 所以他就發聲明說 我不會涉入這個黨務 不會啦 那我寫這個文章有提到說 韓國瑜跟盧萱恩不錯 我不是說他在選舉上面的時候幫他 是說他跟江啟成跟盧萱恩 三個人看起來 就像是一個team 那國民黨本來就是team嘛 這三個人就特別去 你不要低估我們韓國的政治智慧啦 他絕對不會犯 第一級的錯誤啦 你想像得到的第一級的錯誤 他都不會犯 哪有可能找小妹出來啊 蛤 他很小妹喔 他很大人耶 周錫瑋的錯號就叫做小妹啊 你不知道嗎 我都叫他很小妹啊 周錫瑋啦 很小妹喔 他兩級的意思 所以不會是他 他可能想選啦 可是 我認為他的票數 跟張雅宗 很多會被張雅宗搶走啦 雅宗老師是不是 對對對 好那我們現在這個 這個在我們今天是聊天節目嘛 不然你說什麼賭什麼身家 你覺得會怎麼樣 我覺得周錫瑋應該會選啦 不是明年七月才要選嗎 對那現在已經六月了差一生一年時間 還一年啊你是在煩惱 對不對 不要太煩惱了啦 煩惱這麼多 像煩惱那個監察院啦 考監院剛剛你已經輸入獎了 你說這個選黨主席這個比那個罷免更遠啊 罷免明年2月1號就開始了 對不對所以 那 飯要一口一口的吃 不要每天太香 太香 不然還跟你說一個高峰 2028要怎麼算 中共還要打台灣 夭壽了 每天全部都加掉 所以亮哥你其實 你剛剛的講法是 盧雅宗不一定要選當主席啦 沒有我知道他裡面有不同意見 那你覺得他選好還是不好 所以我不能說 有什麼 我學會在呢 因為 兩派異見的人我都認識 好 這個當主席 這個他自己要做判斷啦 恭喜你 有得有失啦 我有看公了點 有得有失 但如果盧秀彥他最後決定不選的話 也有可能嘛 那可能性也不低 朱立倫連任的機會應該就蠻高了 對這我同意 因為他就沒有強 他沒有強勢的對手 沒有強的對手 為什麼是這樣講 我今天因為談到這個話題我就把 這個我的想法跟大寶 你應該說盧不選 寒也不選 他就不能選啊 他就沒有什麼強的對手 因為是這樣喔 因為我為什麼會這樣講 就是我 趙華康也來算 不會他現在就回去媒體啦 這樣啊 對啊在媒體 我覺得 再看看 他如果戰鬥欄連署 拜託他算 不是那如果那樣他那個媒體的 主持工作就又要 這次在放棄 我跟你說 這樣也是可以啦 蔡英文是怎麼選黨主席的 你知道嗎 2008年 我們中生代全部連署 拜託他出來選 是喔 因為孤寬不要選啊 大家看到我混在地 就拜託蔡英文出來選 他也沒有要選 所以我跟你說 政治有時候是被動 不是主動 人孤寬你出來選 有時候也要當趙邝映啊 黃袍家申請上教的時候 你就上去了 他會孤寬啊 我們小副 當主席沒有提到傅君旗喔 不好意思 傅君旗 傅君旗會不會選 小副有可能想選 他要看實力啊 黨員的實力啊 他會選 我認為他會選 你覺得他全黨主席是不是 他全台灣走透透 會把郭台銘 跟那些支持者全部都抓過去 朱立倫 張亞中 傅君旗 這樣子喔 沒有 我跟你說 那就是郭台銘那些地方力量 傅君旗都很熟 那些是有票的 那我是傅君旗跟朱立倫選的 你早就該問了 我問都不出來就你來問啊 來 再問一次 我剛剛真的好奇嘛 如果是傅君旗跟朱立倫選的 難說 對不對 沒有啦 因為那個 盧秀燕跟韓國瑜 不一定會選 可是他們 不會都沒有角色 因為有人會來問他的意見 盧秀燕即使不選 也會有人來尋求支持嘛 他也許到了最後一個禮拜 會表態啊 我要問 拜登好 我做個結論跟大家報告 我為什麼會這樣講啊 為什麼會把盧秀燕列進來 並不是因為說我跟盧秀燕很熟 他想選黨主席 我再幫他幫我 不是 而是國民黨的 文化跟他的支持 一向以來 有機會選總統 對 他們就在看說誰能救國民黨 這我同意啦 2004年的時候 連戰書第二次以後 大家眼睛都轉到 所以 蠻有身上啊 我剛剛在跟你講有時候是被動 對 盧秀燕也很 所以除非現在國民黨的選民都是看著朱立倫就是他能選2028還能贏 那就不用講了 秋風掃落葉就是一定他連任黨主席 有中國民黨嘛 看起來不是這樣嘛 好那當然 除了林頭之外 朱立倫說不要這樣啦 亮哥 我還有一年的時間可以努力喔 說不定明年我的民調 總統 期望值最高 所以為什麼我會點盧秀燕 就是說盧秀燕看起來2028 是被 部分或是說多數的國民黨制的所期待的 你是不是選那包含韓國瑜也是 韓國瑜又因為他立法院長他不能選黨主席 所以這時候可能就 盧函是不是要一個人 我覺得國民黨明年選黨主席會有 被動拜託這個場面 那可不可以把立任主席法修掉讓韓國瑜去當黨主席呢 不可能 不可能啦 這個議長要超越黨派 這不可能改啦 沒有啦我是跟你說蔡英文的case 蔡英文2008真的是被拜託出來 他真的沒有意願 而且 他這樣很古魔的處女座你知道嗎 紅蝦傳出去你知道嗎 去他立刻 我姑娘就說我不要選 你怎麼可以把蕭琦放出去 真的喔 對 結果段儀康 我問這幾個人啦 包括段儀康 去他們家裡過錢 你有去嗎 沒有啦我沒有去啦 後來聽說是李遠哲拜託 是喔 他才同意 後來才決定選 2008那時候是不是 對對 你怎麼四大天王都落跑啊 所以為什麼 輸得一帶糊塗啊 所以為什麼民進黨對四大天王有 意見 說黨最困難的時候你都落跑 該黨的時候不出來打 對啊 真的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蔡英文能夠 能夠 能夠有這個 份量就是因為他在 一片廢墟瓦力中 把民進黨重建起來 大家就拚他的啦 那時候民進黨還負債 蔡英文還要幫民進黨 可是那個你剛講的這個模式 盧先生如果也一樣 對不對 在最混亂的時候 三千萬他都扛下來的話 那他也變成是貢主啊 對不對 也會變成藍營 以他的能量 沒看沒問題啦 一國三千算三 對喔 聲音沒辦法啦 好 那那個黨主角的部分 我們後續再看看 有新的話題的時候 或是有什麼 比較明顯的即將說我們在談 我問大哥一個事情 這是今天的 各大報都有的一個新聞 就是 Time雜誌 他在6月4號的時候 這我知道啦 對他說 可是他訪問時間是528啦 他問拜登到底怎麼樣 我知道啦 對然後 拜登就說 就說 你到底會不會幫台灣出兵保護台灣 他說我們會 不排除動用武力 在這裡下面有沒有 不排除動用武力 所以是部署軍隊嗎 他說這個部署軍隊是 跟空中武力 海上武力不一樣的概念 所以聽他的講法就是 美國不排除會出兵 保護台灣 如果兩岸發生戰事 但是他不會到台灣駐軍 他可能在海空方面 來幫忙 那記者進一步講說 所以你是從菲律賓的基地 或是日本的基地 派這個軍艦跟飛機過來 沒有啦也有可能從 關島飛 戰略轟炸機 那我可以 那因為這是 拜登第五度 因為他是現任總統 他第五度提到要 動用武力保護台灣 那所以也讓大家 這個到底要怎麼解讀 這個就要請兩個來解讀 沒有啦 因為他最近在西典軍校 畢業典禮的演講 他有講到 我不會派任何一個士兵到烏克蘭作戰 所以他指的就是地面部隊 他不會派 可是 美國的 空軍啊有沒有介入烏克蘭作戰 當然有啊 地面偵測就是嘛 就北約的設備 他提供導彈給烏克蘭 所以 他這段話給人家感覺就是 海空不排除 可是地面作戰 因為我們廣義在講出兵 這個要講精準一點 出兵一般指的是 Send troops 還可以是說 Defend Using force Using force 一般 他如果真的要講地面部隊他就會講Send troops 所以他如果是講Using force 還有Defend 我們理解的就是海空啦 就是海空啦 那可是這個這樣子中國大陸就 就覺得說你怎麼可以 你怎麼可以出兵 他又不是第一次講 一個不是第一次講 那你怎麼解讀這個會造成什麼影響 因為講這麼白又講五次 不會啊 雖然不是派部隊到台灣啦 現在中國跟美國關係本來就非常差啊 又不是第一次講 那他是不是故意講的 會不會 中美關係好的時候又沒了 沒有啦他也沒這麼聰明 他就是講出他真正的想法啦 我跟你講喔 拜登已經講五次 可是國務院都沒有寫 然後 Austin也沒有講 國防部長也沒 對也沒有附送他的話 那你就可以 我覺得這個就是在表達這個就是總統個人的信念 他這樣主張嘛 可是美國國務院 美國國防部如果沒有跟進這樣講 那就是還有灰色地帶 就是這樣 但是其實是他講 他的意思也是海軍海空軍啦 大概是這樣 因為 你如果不是這樣理解你不能夠理解 麥考爾來台灣幹什麼 麥考爾是共和黨的 眾議院的外交委會主席 他來台灣 他就說如果真的發生戰爭而且不是台灣挑起喔 他說美國會面臨困難的選擇 然後他後面再加一句話 所以現在最重要的是避免戰爭 我覺得這個才是 核心立場 就是他不希望 台灣現在發生戰爭 那就盡量去避免 從這一些跡象還有一些報導以及這個目前拜登總統的發言 其實我覺得這跟上禮拜我們討論川普的發言喔 感覺方向是 一致的 川普講很辣嘛 他講說中國如果對台灣動武才就炸北京 但是當然那個上禮拜這樣 川普我告訴你 川普的 川普到選舉後期 會寫 白紙黑字的競選肝靈 他2016就是這樣 對線率非常高喔 那個才是真的 所有的偉後來都是形容詞而已 你知道嗎 喔 說 我就說我啊你還要死啊 如果他敢打台灣 我就炸北京 炸北京就是形容詞 你聽到嗎 他這樣說就是這樣啊 我要 把全世界的鑽石都送給學寶 啊你相信 我怎麼相信 好 那個因為這個 五角大廈設了台灣秘密小組說 對台灣的武器交付要更快速 我跟你講這個喔這不是決策的問題啦 真的是產能的問題啦 做不會有啦 我跟你講喔如果是彈藥 炮彈這個當然有可能 赤真飛彈這個有可能 大小的沒辦法啦 F16V 你就是來不及做嘛 他的產能出問題嘛 愛國者飛彈 海馬斯 火箭系統 大哥人家又要黑咪自走炮系統 我舉個例子跟你講就好了 我們最近跟雷神簽約啦 買那個真誠飛彈 那真誠之後大概就可以 打到大陸這樣 雷神啊 什麼時候交貨你知道 就買飛彈而已喔 50枚喔 50枚而已喔 5年後 2028年交貨 對 說2028你是在尾荷蘭 就搞不好打掉了 你是在 打掉了你在交貨 我哥勒 就是說這種問題 為什麼他的產能 碰到問題 因為他有些真的直接就拿給烏克蘭 對他優先交付那邊 而且他在全世界調貨 譬如說連關島的愛國者飛彈 都調去給烏克蘭 你調給烏克蘭你 現在趕快製造你當然要優先補關島 當然是這樣啊 所以我覺得這不是決策的問題 其實 那個蓋拉格就已經說要幫台灣推薦了 他兩次都這樣講啊 你說他有沒有努力有啊 我覺得蓋拉格真的是在幫台灣 可是沒辦法啊 是產能的問題啊 沒辦法 好我們請學寶再幫網友問這最後的問題 來幫網友問亮鈴鐺這個 過敗民眾認為兩岸互不隸屬 但如果這個主張會導致戰爭 民眾是不是還會支持 那民進黨有把政策風險告訴全民嗎 當然沒有啊 沒有啦你的 理想的立場主觀的立場你當然可以講嘛 啊可是他有政策後果嘛 譬如說我說 我要追學寶 啊我回去就要整個算盤嘛 對啊 所以我就不能公開講 你今天今天有幾 沒有啦 所以就說我不能公開講 啊都 所以 有個事情要看起來 大嫂沒有看這個節目就對了 有個事情要看起來 你來新的你這樣想 你可以講啦 不然不能在就職演說講嘛 你立場會講嘛 你心裡這樣想大家當然都知道啊 誰不知道 不然你在就職演說講 就是嗆著我講 因為那個就是 你的 四年的 治國藍圖啊 就會有政策後果 就是這樣嘛 所以我好愛學寶啊 啊我不能公開講 我心裡會講 你好愛你已經說一次性了 那我就 我就不會有政策後果 你知道嗎 不然小英也說過兩次啊 可是小英很聰明啊 他用國慶日假 2021 2023 兩次國慶 他都說 庫不理事 啊結果人 人在 人在 我是中華民國的生日啊 我為什麼不能講 等一下啊娘哥 如果今年的國慶 賴心得中 又再講一次 沒有啦國慶日講 比較沒有什麼問題 今年國慶日講一次講 就講第二次 重點是你就職 我跟你說就職齁 就職是四年才一回而已 這就跟奧運一樣 我跟你說 我們那個比賽 世界錦標賽可以輸沒關係 奧運不能輸 奧運不可以輸啊 因為人們盡力在看奧運嘛 而且就職演就代表你的四年的 一般的 燭光晚餐可以遲到 結婚競爭制你試試看 就這意思 但是已經說了 所以說未來兩岸四年 已經說了吧 我們去收啊 要不要啦 要嘛改變態度啦 要不然其實兩岸現在就是 他不會立刻改變 對啊 他也很硬 那對岸現在看起來不可能 所以你說那陸團什麼都不會有啦 不過我跟你說 沒有啦 那陸團 那根本不是同一個層次的問題啦 我剛才看左龍泰 左龍泰昨天去海巡單位 因為我們剛好有兩艘600噸的 海巡船要下水 那左龍泰有怎麼說 他講的也沒錯啊 你跟我們呼籲海巡的弟兄們 該巡就巡 該擋就擋 這是什麼意思 沒有海巡 海巡署本來就要做這件事啊 不該巡的時候就不用巡的意思 不用那麼硬 沒有啊現在問題是 你看怎麼寫毒啊 對啊 對啊 沒有啊現在問題是人要進來 你600噸的遇到2000噸的時候 那就是不該巡的時候就不要擋啦 對啊 意思就是這個意思啊 是這個意思 對啊 他一回說他會有的啊 因為他是院長啊 所以我跟你說有很多事情就是這樣 因為你在就職員說這個是 最重要的時刻 彰顯你四年路線的時刻 你直接說出來 所以我跟你說 有些東西不是 你講的對不對 是非對錯不是 而是場合 塑造他的政治意義 然後人家就會做回應 這不是立場的問題啦 你知道嗎 那像我 不是在這裏 就這樣說 我就復服律書 不然你是要怎樣 不然你是要怎樣 我告訴你我民總統 所以我沒有在 好 所以兩岸未來也四年 我們對方看 真的有在聽耶 確實是 相當的 麻煩 所以我們就要看 兩岸的百度人 亮哥怎麼解釋的難題 好不好 今天非常謝謝亮哥 謝謝學寶 下班聊一聊 我們下個禮拜再聊 拜拜 拜拜 感謝大家收看下班和你聊節目 記得要訂閱下班和你聊的頻道會員喔 帶回家帶回家 還是去你家啦 三週三八點不要忘記 老汗說話 T恤高笑 神魔性阿良 空心心裡又精彩 下班了聊一聊 下班和你聊 有分析的都來了 有分析